眼睛接收的光束 当眼睛注视着一件物体的时候 从物体射到眼睛的光束是什么形状呢? 无论物体是否会发光 都可以把它当是由无数点的光源组成的 由于每点光源会向四方白面发出光线 所以只要眼睛向着物体 就能够接收到部分由光源射出来的光束 从一点光源射到眼睛的光束是圆锥形 所以这部分的光束就叫做光锥 光锥的底部大小和瞳孔一样 因为物体表面上 每一点都会发出或者反射光线 所以当眼睛注视一件物体的时候 物体上所有射到眼睛的光锥 就好像画面里的光线图一样 为了减化光线图 通常只会用物体上下两端发出的光束 来代表所有光锥 有时我们只会画出物体上下两端发出的光线 再进一步减化光线图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当物体很接近眼睛的时候 由物体射到眼睛的光束是发散的 当物体处于较远的位置 眼睛接收到的光束 发散程度就会较小 当距离越远 到达眼睛的光束就会越趋平衡 而从很遥远的物体射来的光线 例如是由星星或太阳射来的光 虽然当初是发散的 但到达眼睛的时候就会变成平衡 所以我们可以说 例如无限远的光束是平衡的 如今所谓的眼睛 真正的眼睛 这是避免的光束